去年苏迪勒台风吸水暴涨 淹过了整座桥面 导致乌来的灾情相当的惨重 现在马勒卡又来势汹汹 驱公所事不敢大意 在桥头堆满了沙包 严正以待 马勒卡还没接近乌来老街游客 零零落落 店家虽然正常营业 但心里就害怕上次噩梦再度上演 去年8月强台苏迪勒重创乌来 强大雨势不但多处爆发土石流 陆基被掏空 房屋岌岌可危 交通也中断 紧接着9月强台杜鹃又来 接连两强台重创 让乌来满目疮痍 去年苏迪的台风 把这里的地基给掏空 导致乌来观光台车无法使用 现在都还没有重建好 又碰上台风 就怕再次受到重创 去年观光台车轨道悬空 居民只能攀墙 惊险度过 现在轨道清空 补强工程还在进行 老街当时因为大量泥虾冲下来 惨不忍睹 虽然现在已经恢复 但心里的阴蛮还是挥之不去 有听到台风要来就 好感冒一些 如果要淹上来说真的 什么硕士都没有用 对啊 去年最高所谓 就淹到这里了 不然等一次 这一次的廉价就全部泡汤了 对 就趁这个短暂的时 可能一两个小时就回家了 乌来观光业一度惨淡 熬过最痛苦的一年 如今又要面临马勒卡威胁 居民只盼望 这回能够平安度过 记得旅游生 陈芷芳SN小组 新北市报道